大家好,這裡是聊聊吧 今天來講一下這個 這個是夏天降溫很必要的東西 就是這個風扇 風扇其實有分了很多種種類 像這一家是號稱它是變平型的 不過因為用了一年以後 你會發現它的聲音是有點大聲 並不是那麼適合在安靜的環境裡頭使用 主要是因為它這個風扇的灰塵會卡住 可能要拆下來清一下 我是之前有拆下來 然後用高壓的氣罐把它噴一下 但是效果不是非常的好 現在的聲音就是有點大聲 那這種的夏天而言 我覺得風扇是非常必需品 因為你不用風扇的話 你的水槽的溫度會過高 除非你完全是在冷氣房裡面 像我在冷氣房裡頭 我大概就是調29度的溫度 那經過風扇以後會降到26到27度 其實這個的溫度就滿適合養魚的溫度 大概27度左右是養水槽養魚 我覺得滿適合的溫度 不過它有個很大的缺點 就是水 你可以看到水 這個是前天的水 它現在已經降到這樣子 經過兩三天的左右時間 它水降了非常非常的多 那這也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因為你就是變成兩天 你要補一次水 不然它水就一直降 一直降 那這個也是一個風扇 處理上一個比較麻煩的問題 不過如果你不用風扇的話 其實那種夏天的時候 水溫常常會到達30度以上 那個對魚或對蝦 或對你的水槽都是一個很大的壓力值 簡單來講說水溫越高 融在裡頭的CO2會越低 融在裡頭的氧氣也會越低 這時候會出現一個很大問題 假設裡頭的生物量比較多一些 像前一陣子我放下去一兩的黑殼蝦 你就會發現所有的 所有的魚就抬頭了 晚上過後所有的魚就抬頭 所以我就加了打氣的進去 在夜晚的時候就會打氣 那這個也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就是如果你水溫越高 它溶氧性越低 溶氧性越低 越容易造成裡頭的魚或缺氧的狀態 所以如果你太高溫的話 我是建議加一個風扇 不過這個風扇有很多種品種 很多種品種 很多種產牌 那你可以選比較安靜的 有些會比較安靜一些些 其實它只要吹到水面都有效力 因為它主要利用就是水的增散熱 用利用水的增散熱去減少裡面的溫度 這個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東西 所以在我覺得 我覺得在夏天這個是必備 但是我有兩個防雀系統 一個就是這個 一個就是這個 另外一個當然就是我的冷水機 那冷水機我也是設在28 29度的地方 當它超過29度它就會開啟 把它降到28度吸 所以它這兩個是算我的確保系統 可是我大部分的冷水機是沒有開的 基本上它就是在29度它才會打開 那基本上如果你只要有加風扇 都會降到在冷氣房 都會降到28 27度左右 甚至晚上的時候都可以降到26度左右 那我覺得效果非常非常好 不過有點吵 如果你的風扇久了以後 你就會發現它是一個裡頭這個會吸 因為它這裡頭是一個Fitter 一個過濾器 然後進去以後就會一直卡灰塵 那卡灰塵的狀況下它就越來越吵 那所以呢我最近想要換一個新的這個風扇 讓它安靜一些些 我記得去年來的時候還蠻安靜的 但是經過一年的時間以後 它裡頭就會卡灰塵的時候 就會造成它的那個風扇就蠻吵的 它有兩段數這還是低段數 我把它轉高段數會更吵 你看聲音很大 所以這也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就是其實就是要安靜一些些的話 我建議是用那種有一種 有一種比較類似那種工業型的 不是說工業型 像電腦用的那種風扇 其實那種吹水面效果也不錯 而且有些還蠻安靜的 但是吹水面就是個缺點 你會發現你的水 大概兩三天就要加一次 但是因為我已經蠻習慣加水的動作 所以其實還好還好 但是對於你某一些些 假設你要養一些比較低溫型的水草 例如是迷你矮珍珠 或者是其他比較低溫水草 那你就必須要 必須要加一個風扇給它 甚至用到冷水機 如果漠濕在這種高溫的狀況下 超過30度C的高溫下 也會長得很醜 所以主要還是要看你的用途 像我其實就是希望魚 像現在的魚在27、28度C的水裡頭 他們是一個很悠悠自在的環境 因為像這種紅蓮燈其實都在熱帶雨林 熱帶雨林它的溫度大概就是30度C左右 但是它的水溫應該都在25、26、27度附近 所以這個會比較接近它原本的溫度一些些 如果水溫超過30度那就很麻煩 因為它的溶氧量會大幅的減少 那大幅減少你會發現真的 如果你的生物量過多就會抬頭 特別是黑河下整群下去以後 你會發現非常非常的明顯就會出現這種狀況 所以我的建議如果夏天的時候加一個風扇給它 對它們來講是一個比較好的狀態 那對於你的水草而言也是一個比較好的狀態 如果你的水草有些是怕熱的品種 你會發現經過的夏天的高溫的時候 有可能會有些會白頭啦 或者是有溶解的現象 那大部分都是因為水溫過高的關係 OK 那所以呢 當然盡量如果你要加水的話 我的建議是加 如果你一直加一直加 其實致癌水它裡頭會有一些鹽分 會慢慢的累積 所以我的建議是你就算你要加水 每三天加一次每三天 你到了一個禮拜左右還是要換一下水 把裡頭的鹽離子減少一些些 你會發現裡頭的鹽離子會一直累積 因為每次加進去的時候 它所蒸散掉的其實就是只有水 但是裡頭鹽離子會一直累積在裡面 所以裡頭的水會越來越硬 或是裡頭的溶解的東西會越來越多 那這時候其實對於如果你需要軟水的生物的話 會比較麻煩一些些像短雕 那當然啦 我在這個缸裡頭主要是看好玩的 沒有要做繁殖 假設你要繁殖 像你要繁殖短雕的話 當然是需要軟水的成分會好一些些 那像這種硬水的成分呢 你會發現你水每次加 如果你都只有加水的話 一直加水的話 它裡頭的硬度會越來越高 因為你看嘛 施癌水裡頭一定會有鈣或鎂 那這些東西呢 你每次加進去的時候 它就一直加在裡面 那當你水一直蒸散的時候 你再加進去 它還是在裡面 所以這時候在裡頭的硬度 就會慢慢的提升 所以呢 如果你在 我通常大概每三天會加一支水 然後過來呢 還是在每個禮拜左右的時候 會換掉三分之一的水 這時候對他們講是比較好的 因為 因為照理說而言 你每次加水進去 它蒸散掉 這時候呢 裡頭的龍的鹽類會越來越多 這就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好 那不過我最近CO2沒了 所以準備要去裝CO2 準備要去補CO2 不然裡頭水草 其實沒有CO2的狀況下 如果你一直打氣 你會發現 它是沒有那麼漂亮 但是還是可以火 有些水草還是可以火 像 但是會長得比較慢 你會發現裡頭的水草 都是停頓的狀態 基本上就是成長速度會緩慢 非常非常多 畢竟裡面雖然有魚 雖然有蝦 但是裡頭CO2還是不夠於 它在整天形的光合作用 好 感謝大家收看 如果喜歡我們頻道 請記得訂閱跟分享 那我們下次見 拜拜